我给岳父岳母挣下五套房产 家庭聚会却不被允许上桌吃饭 只因我是上门女婿 平日里不但要亲自托岳父岳母内裤帮着换洗 亲妈更是被岳母冤枉偷拿家里的四百块钱 为了自证清白磕得头破血流 更可笑的是 老婆趁着我外出打工和人酒后生子 孩子亲爹学历高 样貌好 不让你提着烟酒去别人磕头 已经是便宜你了 最后老婆为了能与野男人逍遥快活 残忍杀害了我们的孩子 我终于忍无可忍与他同归于尽 重来一世 我不但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还要让他们血债血肠 啪 啪 啪三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变得又红又肿 你一个上门女婿 竟然赶上桌吃饭 滚下去 真是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看着眼前彪悍的岳母 我就知道我重生了 上一时家庭聚会 我在厨房里忙碌了一上午 心情地伺候着一大家子 终于忙完了想上桌吃饭 哪只刚坐下 就被岳母吴翠芳一把薅起来 脸甩三巴掌 直到我的脸高高肿起才解气 期间更是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为我说话 上一世在一群人嘲讽的目光中 我落荒而逃 更加助长了之后 他们欺辱我的气焰 可是这一世我绝不会忍气吞声 我所受到的所有屈辱 都会千百倍的奉还给他们 在他还想接着扇我时 我直接握住他的手腕 另一只手迅猛的一巴掌 就扇到了吴翠芳的脸上 接着是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数不清我删了多少下 周围人总算反应过来 此时吴翠芳的脸 早已肿得像猪头 岳父和亲戚纷纷站出来 道德绑架我 何松 这好歹是你长辈啊 你怎么能下狠手呢 伤尽天良啊 吴翠芳更是不顾行相大喊大叫 我要让我女儿跟你离婚 你个窝囊废 你个没用的东西 竟敢打我 没天理啊 刚刚这个老贱人 伤我的时候 你们都演瞎了吗 现在又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你们没资格吃我做的饭 直接把一桌好酒好菜掀翻 又朝着众人催了一口 头也不回 夺门而出 众人被我吓得一愣一愣的 没人敢出声 只能听见吴翠芳大声地 向手机里的吉尹诚哭诉告状 闺女儿 何松那个窝囊费不得了了 快给我打死了 你赶紧回来 给我出气啊 上一世 我最怕吉尹诚和我离婚 我既舍不得他 也舍不下一儿一女 他们一家就是拿捏住了 这一点无底线地侮辱我 现在吴翠芳又企图用吉尹诚来压我 想都不要想 该死的人一个都逃不掉 何松 你太过分了 我妈那么大的年纪了 你怎么能那么对她 她想打你 你就让她打一会儿 她打累了 自然就好了 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和你没完 看着前世深爱的女人 听着她无耻的话 我气笑了 想到前世她被我砍死的血腥场面 我一点也不后悔 只可惜把自己也打进去了 吉尹诚 我们离婚吧 两个孩子和三套房归我 她明显愣了一下 三套房的事 你想都不要想 当初是你自愿 把房写在我父母名下的 我们可没有逼着你 离婚可以 但是你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我妈磕头认错 然后带着俩孩子 净身出户 我低估了他们一家的无耻程度 房子是我放弃写作梦外出打工 累死累活了十多年才买下的 只因当初爱她 才把房子都转到她父母名下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离婚 继续享清福 吴翠芳进来 把她臭轰轰 不知穿了多久的内裤 一下子甩我脸上 那味道愈陷愈死 差点把我熏死 把这些都洗了 要用凉水手洗 我直接把内裤回甩到她脸上 拿着你的臭裤茶子滚 从现在开始你 没有资格再指使我 吴翠芳想打我 被我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经过上次的打她 已经不敢明目张胆地打我了 只是暗磋磋十点小半子 我妈听说我打了吴翠芳 着急地来家里看我 上一世吴翠芳一家 为了羞辱我 竟然诬陷我妈偷她钱 害得我妈撞墙来证明清白 最后我妈撞得头破血流 他们一家 才不紧不慢地 从裤兜拿出钱 亲家 你这是干啥 我们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至于吗 这一次 他们一家自然没别好屁 还是老套路 我桌子上的几百块钱 谁偷走了 客厅可只有你妈一个人 吴翠芳带着一帮子 邻居亲戚 一窝蜂地涌进客厅 看着我的眼神里 充满了挑衅和兴奋 我妈急得团团转 和上一世一样 眼里含泪 拼了命解释 她是儿 你看这乡下人 看着人母狗样 想不到是个小偷 人母狗样 不干人事 偷人钱 真恶心 我没有偷钱 真的没有啊 儿子你要相信我 我妈哭成了泪人 说完直接往墙上 狠命撞去 我赶紧把我妈一把拽住 力道之大 差点把我拉抖 不敢想象 撞上去会是什么后果 你说我妈偷你钱 多少钱 有什么证据 没有我去法院到你诬陷 吴翠芳眼里 闪过一丝丝慌乱 四百块钱 每张钱上我都标着序号 分别用来买各种东西 呵呵 我笑了 我一把把吴翠芳 拽到我妈和亲戚邻居面前 直接从她裤兜里 掏出四百块钱 在他们面前展开 上面清清楚楚标着序号 吴翠芳无可抵赖 我二话不说 直接薅住她的头发 死命往墙上撞 血流了一地 她吓得屎尿流了一地 为了家人我 必须要加快离婚的脚步 我打电话给小妹 她是市里著名的大律师 前世她一直劝我离婚 使我鬼迷心窍 小妹 我要离婚 需要你的帮助 哥 你终于想通了离婚了 那家人根本没把你当人看 放心有我在 财产孩子都只会是你的 听着她坚定有利的话 我心里暖暖的 有家人支持真好 由于房产证上 只写了吴翠芳夫妇的名字 想要证明房子是我的 就必须要拿到 能够证明我是房子 实际出资人的相关证据 通过小妹的人脉 我成功地拿到 以及购房款的支付凭证 之后 小妹又帮找到了顶级黑客 成功地恢复了 关于房屋归属的聊天记录 我迅速向法院起诉 小妹成为我的辩解律师 在充足的证据下 任由吴家人再怎么狡辩都没用 最终三套房子和孩子都归我 出了法院 吉尹诚得意地瞪着我 你个穷逼 老娘早就不想过这种苦日子了 对了 赶紧回去把你的那两个 虐种弄走 晚了别管我心狠 谁也不能阻止老娘 过上好日子 说完扭着腰上了一辆崭新的路虎 两个小舰种 和你们那个爹一样下贱 下三浪赶和我们抢财产 打死你们 吴翠芳夫妻对着孩子们又骂又打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泪 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奶奶求求您别打我们 我再也忍受不了 直接一脚一个把他们踹飞 来人呀 杀人了 腰断了 你得赔我一药费 否则这事没完 吴翠芳两人的喊叫 吸引了附近的邻居赔钱 要不我去法院告你 我知道这两个无赖 就是想扼钱 但周围人可不管这些 拿出手机 就是一顿咔咔咔 很快这件事 就上了某手某音 点赞量突破百万 一时之间 我成了过街老鼠 在网络世界里 快被骂死了 甚至有些网红 已经堵在我家门口直播骂我了 靠着吸我的血哥哥 赚得盆满钵满 看时机一到 我也不惯着 直接把整段监控视频发出去 并附带一段 深类俱下的视频 风向顿时就变了 都在骂老人 无得虐待小孩 之后知情人爆料 孩子还是亲外孙 一时间全网疯了 人肉的人肉 寄刀片的寄刀片 无粹方夫妻丢尽了老脸 怕被人打连门都不敢出 吉尹诚也受到牵连 把他所谓的体面工作 都给丢了 很快 吉尹诚在网上发布了 几张照片 照片上他眼眶嘴角乌青 双脸红肿 耳朵甚险 直至我家暴 说父母是为了给他出气 才冲动之下打孩子的 求大家原谅 这么一通苦肉记下来 善变的网友们 又转过头来痛骂我 吉尹诚可不是 能对自己下狠手的人 平时金贵得很 我找到小妹 她把照片 发给她的化妆师朋友 确定了这是化妆伪造的伤口 利用小妹人脉 很快就追查到了 给吉尹诚化妆的化妆师 这次我没有网上发声 都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而是直接以虐待儿童 污蔑他人 引导网报等罪名 起诉到法院 证据确凿 无可置变 吴翠芳夫妻被判刑两年 吉尹诚则被判赔偿我三万 永远剥夺孩子探视权 之后 我把警方通告公布出来 一时之间舆论扭转 以前的邻居 包括吴家吉家的亲戚 为了蹭流量 也都站出来 揭露他们一家三口的恶行 一时之间 他们一家如同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回家路上 被一群地痞流氓拦住了去路 你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 今天必须死 不用说我也知道 肯定是吉尹诚 让他的肩肤找来的人 兄弟们上啊 打得越狠给钱越多 谁能把他打残废 直接打款三万 我想跑 却轻而易举地 被他们架起来 打得鼻青脸肿 接着他们掏出铁锤和铁刺 把他的双眼戳瞎 耳朵戳聋 四肢打断 轮流着来 都能有赏钱 眼看凶器越来越近 我拼命挣扎 发出绝望的嘶吼 难道我这辈子 又要被这个女人回掉了吗 我不要 不要变成残废啊 住手 都站着别动 看到警察来了 地痞流氓们 屁滚尿流地逃了 经过此事 我明白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主动出击 想起那天开路虎 来接吉尹诚的男人 肥头大耳地中海 看着像个极品爆发户 和前世吉尹诚一家描述的 肩肤形象截然相反 在他们口中 肩肤学历高相貌堂堂 难道 他除了给我戴绿帽子 还给这个大渊种戴了一顶 如果是这样 那就有好戏看了 如果爆发户知道自己被绿 绝对会活死了吉尹诚 按照前世的日子算 吉尹诚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也有三个月了 找到小妹的黑客朋友 在她的帮助之下 成功地黑进了吉尹诚的手机 手机里充满了男女亲密的照片 甚至还有极其开放的视频 不出所料 男主人公并不是爆发户 而是另外一 各长相斯文的年轻男人 我把这些证据打包 直接发到大渊种的手机上 这就是他找人打我的现实报 几天后 吉尹诚被打进了医院 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 被打的视频被传得到处都是 甚至有人说 他是因为做小三 被原配打成那样的 只是没想到 他会找上门来 当众又哭又闹 把肚子里的孩子 污蔑成我的 要求和我复婚 不然就要每个月 给他一万块的抚养费 我想都不想直接 把他赶出家门 这院种爹我上辈子 可是做够了 还想赖上我 想都不要想 吉尹诚又是不要脸的 在网络上装起了可怜 说我家暴他 不认亲生孩子 拒不支付抚养费 鉴于他的前科 网友们还是比较清醒 这次并没有多少人 为他出头 毕竟谁也不想 总人被当枪使 我把吉尹诚和其他男人 露肩亲密依偎的照片放出来 放话 孩子生下来直接验DNA 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不管 这引起了全网议论 大家都表示十分期待 托吉尹诚的福 我借此热度 成了一个小网红 我也要努力赚钱 去给父母孩子 更好的生活 几个月后 到了要验证DNA的时候 我开着直播 却迟迟不见吉尹诚的到来 就那么等了一天 他的谎言不攻而破 我倒是成功涨粉五十多万 弹幕里全是对他的谩骂 总有些脚屎棍网友 看热闹不嫌是大 害我白白期待了这么久 不如大家组团 去打这个女人一顿 真TM恶心 后来 我知道了 吉尹诚是去找孩子亲爹了 是真爱无疑了 记得当初我和他的孩子 说什么都要打掉 是我和父母跪下苦苦哀求 才同意生下 过程中 更是百般折辱谩骂 现在却历经万难上 赶着给人家生孩子 果然和他妈是一脉相承的贱人 解决了他们 这难缠的一大家人 是时候 要为我的梦想奋斗了 成为大作家 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前世 我已经写了很多年 并且找到了自己的伯乐 马上就要成功了 却鬼迷心窍 为了吉尹诚一家 放弃了成名的机会 这一次 不会了 我要用尽全力往上爬 我立马按照前世记忆 把前世那本书写了出来 拿着他找到了沈万荣 也就是前世赏识我的伯乐 前世我为了家庭 放弃成名机会的时候 他还曾经苦苦劝我 何松 你在写作上 真的很有天赋 我非常欣赏你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真的要放弃吗 人生终归是你自己的 不出我所料 他像前世一样 大力夸奖了这本书 并保证一定会大力支持我 让我的作品 成为畅销小说 他在圈里人卖极广 通过他的帮助我一泡红 不但成为了大网红 还成了知名作家 父母孩子都为我骄傲 我以为我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是 吉隐城简直和狗皮膏药一样 不把我拖下十八层地狱不罢休 吉隐城的情夫倒是有权有势 他这不又出来蹦的了 那本书是我写的 何松利用夫妻之便 抄袭我的作品 他一个初中没毕业的 哪会写书啊 吴翠芳一家 又能在网上活跃 来给我泼脏水了 网友们纷纷质疑我的学历 是啊 一个文盲 哪会写书呀 说书是他写的我宁愿相信 是狗写出来的 一时间我疯狂掉粉 更有大批黑粉丝性骂我 骂什么脏话的都有 商业价值一落千丈 更令我心酸的是 我妈眼中满是无奈 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做人要实诚呢 丧良心的钱和名不能赚 孩子们也眼含泪水 爸爸 你真的没抄袭妈妈吗 你只初中没毕业 妈妈是大专 我最亲的人的怀疑 让我心酸又无奈 让我没想到的是 小妹和沈万荣 却始终相信我 哥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的为人我相信 我看人从不会出错 我相信你的才华 我迅速振作 公开声明我并没有抄袭 并且公布我的创作过程 原始资料 创作时间线等证据 随后 沈万 二荣和小妹站出来力挺我 他们一个是业内权威编辑 一个是国内著名律师 再加上充足的证据 让所有人的态度大逆转 舆论又站到了我这边 我趁着这股东风 正式起诉急引诚诬陷 他的情夫威逼利诱 发来威胁短信 发来安抚红包 我直接一并截图发某博上 直接登上热搜榜第一 知名作家兼百万网红 尽遭人身威胁 这一下激起了网友们 反叛心理和仇富心理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是罗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有钱就了不起吗 诬陷别人还有理了 由于事情闹太大 法院不得不重判急引诚 但是由于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 罚他赔偿现金 这些钱够让他喝一壶了 更有网友开始扒急引诚情夫的马甲 想找出真实身份 可惜藏得太深 倒是沈万荣帮我查到了 以他们的身份能查到也不奇怪 让我奇怪的是 这样的人 竟然能和急引诚这种人牵扯到一起 究竟是为什么 我收到了本氏名流邀请 去参加一场生日宴会 我硬时拉上沈万荣 和我一起去 给我撑场面 经过上次的事情 我和沈万荣 变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据他所说 这次有不少大佬级作家和主编也会去 打好关系 这些都是人脉 但是急引诚的情夫也会参加 让我不得不防 谁知道会不会整啥幺蛾子 他作为本氏富豪的私生子 也算有头有脸 看来急引诚也有些本事 能把他勾搭上 还是这里面有什么隐情 但不管是谁 都不能阻拦我的复仇 宴会上每个人都光鲜亮丽的 都是各界的大佬 我和沈万荣在里面倒也不起眼 原本我还是有些紧张 但在他的引导我渐渐融入其中 推杯换展间 也认识了不少大佬 其中更是有大主编赏识我 要敲定和我合作一本书 相谈正欢时 陈主编 你还是这么没眼光 没下线的抄袭狗都合作 真的是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陈主编脸上 飞快闪过一丝尴尬和无奈 却马上挂上恭维的笑 顾少说的是 我寻声看去 是一个还算斯文的青年 我和沈万荣对视一眼 心中明了了对方的身份 顾少您这话 我们就听不懂了 污蔑狗是谁相信您 比谁都懂吧 沈万荣你一个女人 你不回家嫁人 和不三不四的野男人在外面鬼混 你爸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眼看沈万荣被他气得眼眶泛红 我心里一痛 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了您 但随意瞧不起别人 可不是什么有教养的表现 令尊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 值得人尊敬的慈善家 但您的所作所为 才是真的丢了令尊的脸 周围人脸上都露出了赞同的神情 有些年纪小的少爷小姐 开始对顾成暗自指点 平常就一副没教养的样子 今天真是丢他爸的脸 就是 不过是一个私生子 拽啥啊 下剑 和他那个小三妈一样 没见过世面 眼见自己今天丢了大脸 顾成再也绷不住了 挥起拳头就要打我 那张斯文的脸 也变得扭曲猙獰 拳头马上落到我脸上 千军一发之际 顾成被人一脚踹翻在地 谁敢打我女儿 不想活了 是一个身材壮硕的黑衣保镖 给了顾成一脚 原来是沈万荣的父亲来了 看着还挡在我身前的沈万荣 坚定地保护我 沈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和顾成父亲不相上下 但不同的是 沈万荣是沈父唯一的女儿 是沈氏将来的继承人 而顾成 只是他父亲的私生子之一 顾氏怎么着轮不到他 顾贤直 原来是你啊 你打我的宝贝女儿 我可要和你父亲 好好说道说道 我沈氏和顾氏合作的那个项目 我看就算了 毕竟你来负责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顾成脸色铁青 一瘸一拐地走到我们面前 对不起沈伯父和沈小姐 你应该和何松道歉 你污蔑的人是他 迫于沈父的眼神施压 顾成才不情不愿地道歉 之后落荒而逃 狼狈的样子 让在场的人看足了笑话 沈父也走了 走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眼 不久我收到了陈主编的合作邀请 在和朋友们庆祝事业更上一层楼时 陈主编忽然打来电话 单方面毁约要取消合作 并且明理案里提示 我是有人想为难我 他也是被迫的 不用想 肯定是顾成 处处和我作对 我只能找来私家侦探去调查 加上沈万荣帮我打听消息 我推断出 这个顾成应该是有生育障碍 急隐成肚子里的孩子 很有可能是他 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因为顾成父亲的原配 没有孩子 继承人只能从情妇们 生的这一众私生子里面选择 而选择标准之一 就是要让他抱上大孙子 急隐成用这个孩子从中挑拨 所以顾成视我为眼中定肉中刺 我不能眼看他们破坏我的生活 既然你在意继承权 顾成想要通过他和急隐成的孩子 当作争取继承权的筹码 那么我就从这一点入手 我暗中以高价贿赂顾成的私人医生 拿到了顾成不孕不育的 指质证据和相关录音 匿名发给顾成父亲 让他知道 如果选定顾成当继承人 一个无法生育的继承人 很有可能使他故事未来 陷入手足相残的泥潭 从而拖垮故事 顺便打包一份 发给故事所有的敌人一份 从而借一波力 共同打压故事 毕竟敌人的敌人 就是友军嘛 果不其然 第二天微博热搜 营销号等铺天盖地 都是这些 友军果然强大 故事公关部门紧急辟谣 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可是网友们正在信头上 毕竟没有人能拒绝豪门八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顾成之前搞过的女朋友们 纷纷站出来实名验证爆猛料 顾成不但不孕不遇 还养尾 不但养尾 还心里变态 喜欢在那方面虐待女方 搞得她的前女友们苦不堪言 更有人把自己 被虐待的照片附上 一时间 故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股市暴跌 就连故事当家人 顾成的父亲亲自出来辟谣 网友们也是不买账 毕竟网友们又不傻 又是联合实名制 又是高清照片 证据确凿 此时此刻 顾成父亲还在试图包庇这个儿子 毕竟 这是他最喜欢的情夫生的孩子 那就别怪我寄出大招了 早在这件事被爆出前 其实我就有联系到一些 曾经受到顾成侵害的女孩 并把她们联合到了一起 就是为了和顾成亲算的一天 更可怕的是 她们竟然全是未成年 是被顾成秘书 以参加派对的名义 约出去下了迷药 强行发生了关系 事后还被威胁 谁说出去 就会杀谁全家 但幸亏 她们之中有人悄悄录了音频 只是过往被压下去没热度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这个网红作家亲自发声 相信热度一定爆炸 我直接组织受害女孩们 一起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向大众公布这一行动 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聚焦 法庭上 除了大量受害者的指认 以及相关录音 在小妹和沈万荣父亲的帮助下 顾成的秘书和私人医生 也当庭供述出了实情 可谓是证据确凿 法官当庭宣判 顾成无期徒刑 顾腹势力再大 恐怕也无能为力 不但如此 我还在某音上 直播观看庭审过程 直播间观众高达百万 弹幕全是对顾成 乃至整个故事的蔑视 和谩骂诅咒 豪门的烟渣事 太恶心了 就怕之后 还有更劲爆的 上梁不挣下梁歪 有其父 才会有妻子 估摸着顾老头 也不是傻好东西 我之前听圈子里的人说 这顾老爷子 在外面可养了不少情妇 就是不确定是真的假的 估计整个故事企业也不干净 我看也没少赚黑钱吧 面对如今的情况 故事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顾成竟然逃了 说是这里面没有顾老头的手笔 我是万万不相信的 既然你顾是平平包庇顾成 那就别怪我对顾是不留情了 突然 小妹打来电话 边哭边说 哥 咋妈被顾成绑走了 她说 要你亲自去找她 否则要撕票 我知道她想报复 可我必须去 不能让咱妈出事 根据顾成给出的线索 我成功地找到了她的窝藏点 没想到吉隐城竟然也在 我妈的脸 已经被她 扇得肿得说不出话 直流口水 只是双眼含泪地看着我 看到我悲愤至极的样子 顾成和吉隐城更加兴奋了 简直是疯了 何松 老子睡了 你的女人给你戴了绿帽子 做人便宜爹的滋味怎么样 阿成 她之前还真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呢 心疼得不得了 那副模样 差点笑死我呢 今天 我还要让你亲眼看见 你妈被我们虐杀 我再也受不了 上前和顾成扭打到了一起 哪怕有吉隐城帮着 顾成这个娇嫩的顽固子弟 也不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 我早料到了这一天 一直在努力学习散打 很快 顾成手里的刀就被我抢走 终于轮到我反击 我拿起旁边的铁锹就打了下去 吉隐城却挡在了顾成前面 头部流出了大量鲜血 慢慢地倒了下去 看着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吉隐城 顾成彻底疯狂了 抱着我不放 想带着我一起摔下七楼同归于尽 关键时刻 早在楼下埋伏好的特警狙击手 对着顾成就是一击爆头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吉隐城没有死而是变成了植物人 我因为是正当防御 不需要负责任 想不到吉隐城这种女人 也会真正爱上一个男人 想来上辈子的我真是可笑 他和顾成的孩子 顾氏坚决不承认 警察只能把孩子 交给刚出狱的吴翠芳夫妻 他们刚出狱 就得顶着虚弱苍老的身体 去照顾植物人女儿 并且还要养一个没满月的孩子 仅剩的两间房 也被亲戚霸占着不放 一家人只能挤到 郊区漏雨的破房子里狗活 这件事过后 顾氏整体实力更是大大被削弱 被沈万荣父亲压制的死死的 我报复的时机来了 我要彻底毁灭顾氏 最好是炖刀子割肉 不能死太快 我要让顾老头 亲眼看着自己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 毁在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手里 这才是最痛苦的 顾老头有一个很疼爱的智障儿子 我找到沈万荣父亲提出合作 扶持这个智障 成为顾氏的当家 来彻底架空顾老头的权利 到时候 沈家想吞并顾氏 就一如反掌了 之后 沈家和顾氏股东里应外合 彻底把顾老头 赶出了顾氏权力中心 并成功地把他的傻儿子 推上来董事长宝座 不出我们所料 谁也不会服气 一个傻子领导他们 于是他们发生了大内乱 顾老头的儿子们 也互相残杀 斗得不可开交 沈氏成功地接管了顾家产业 顾老头当下就气得住了院 结果因为年纪大 又受到打击 彻底贪了 是口歪眼斜流口水 半身不随长露窗 半点顾氏老总的威风 也没有了 这对顾老头这种傲慢的人 真是生不如死啊 结束了 前世今生的所有仇人们 已经全部得到了报应 有的死 有的生不如死 我很满意 接下来 我要好好搞事业 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也为了我和沈万荣的未来 我只有足够优秀 才能配得上沈万荣 有一天 我要堂堂正正地 站在沈父面前 让他放心地把万荣交给我 我重新约了陈主编 商量写书出书的事情 一切都很顺利 迅速敲定了所有事项 而且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 我也成功躋身千万网红行业 网红事业如日中天 之后 我出了一本又一本畅销书 十分受读者喜欢 甚至提名了国际知名奖项 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 慈善事业我也在认真进行 最让我高兴的是 我终于得到了沈父的认可 答应了我和沈万荣交往 小子 好好对我女儿 否则打断你的腿 您放心 我会爱她一生一世的 我和沈万荣 在众多亲友的见证下订了婚 前世今生的苦难 都是为遇见你 之后 沈万荣开始进入审事公司历练 毕竟她迟早要接她爸的班 我则是出国去攻读MBA硕士 以便于将来进入公司 辅佐沈万荣更好的壮大审事集团 我们都将奔赴更好的未来 四年后 我以优异的成绩 从学校毕业 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和沈万荣结婚 之后 沈万荣会正式接管沈氏 我则进入沈氏辅助她 这四年来 虽然是异国恋 但是来往数不清的机票 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这些年心里的仇恨 其实已经随着时间慢慢淡化 沈万荣是个小太阳 是她让我能够再次相信爱情 和她在一起 好似能净化我的心灵 我已经好久没有关注 吴翠芳夫妻的消息了 随他们去吧 反正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从机场出来 坐上回路家的车 我让司机开慢线 四年没回国了 想好好看一看国内的风景 忽然远处一个人影 闯入了我的视线 她背影沟楼 蓬头垢面地剪着空瓶子 我让司机开静点 我没看错 那是吉尹城的母亲吴翠芳 短短的四年 她就从原来的风韵游存 变成了现在这副憔悴衰老的模样 我看了一会儿 发现没什么意思 心中再也不起波澜 吩咐司机开车 路上我打电话 问管家近四年发生的事 管家告诉我 吉尹城留下那个小孩 已经让吴翠芳夫妻卖掉了 果然骨子里的自私凉薄不会变 连自己独女留下的 唯一血脉也不放过 这两年 俩人也只是靠捡垃圾 勉强地维持生活 听完这些 我心里没什么感觉 一切真的都和前世不一样了 我彻底放下了 就只当那从来都是一场梦吧 我回到家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 在门口接我进屋 有万荣 爸妈 小妹 以及我的准妹夫 我一一拥抱过去 到了准妹夫那里 我先是从上到下 仔细地端向她一会儿 然后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她 直到小妹忍不住 悄悄地拍了我一下 我才收回目光 不错 是个好男人 无论是从外貌上 还是谈吐气质上 听说家事学历也不错 至于其他方面 还有待考察 我一定要把小妹 交到真正爱她的男人手里 晚上餐桌上 都是我爱吃的菜 家人爱人都围着我 这种感觉太幸福了 吃过饭后 家里只剩下父母小妹 还有我和万荣 准妹夫因为要避嫌就回去了 我把他们都叫到一起 思索了好一阵 才用郑重的语气 把前世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 说完我眼眶泛红 嘴唇不受控制地 微微颤抖着 我以为他们 不会相信我 已经做好了 再解释一遍的准备了 可他们没有一丝犹豫地 相信了我 只是说 阿松 这些年 辛苦你了 沈万荣更是心疼地 紧紧抱住了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奔涌而出 一切创伤尽数被治愈